在游戏世界中,角色的形象往往是玩家们瞩目的焦点 然而,当某些游戏女角色因为过于裸露而引起争议和讨论时 玩家们又是否愿意接受还是感到反感呢?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在许多电子游戏中,女性角色经常被描绘成 身材曲线突出,衣着暴露的形象 有些玩家可能认为这种设计仅仅是迎合玩家的喜好 但也有人质疑这样的设计是否存在问题 在欧美社群里,这些游戏时常都会被当成物化女性的个例来讨论 这样的设计究竟是对女性的尊重,还是对女性的物化 然而,即便欧美社群在游戏产业的政治正确逐渐严重化 来自韩国的ShiftUp,却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影响 制作出了一个次世代的美女角色 甚至最近还因为一套服装而引起了社群的热议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今天的玩家机密就要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 Stella Blade,剑星的服装以及事件争议 如果有遗漏或者是想要补充的玩家们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开始吧 由韩国游戏工作室ShiftUp所制作的PlayStation独占游戏 但它始终都有着相当高的人气 玩家们也是非常的期待这部作品 可时间来到了2024年3月8日的时候 美国PlayStation的商城突然出现了渐兴的demo试玩版 随后官方也火速下架 表示他们不小心比原计划的时间提前公开了试玩版 但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因为有玩家已经下载完成 并且对游戏进行了试玩 而结果也不负众望 女角色就如官方所保证的 香道爆炸 不管是战斗、画面、音乐还是人物上 都让玩家们宛如回到了 首次看见尼尔自动人形的画面 所感叹出的经验 让玩家把2B、夏娃和贝姐 称之为性感而争议的代表 只不过游戏中的人物服装造型 也成为了玩家社群的焦点 游戏里的女主角夏娃 有着多套不同的服装 而当中一个肉色皮肤的套装 就成为了热门 近看令人害羞 远看还以为是奥斯卡上的造喜娜 这套服装很快就在社群 引起了热烈讨论 许多玩家不仅是非常期待 游戏的正式发售 还大赞ShiftUp公司 不被政治正确所影响 做出了夏娃一个如此完美的女角色 甚至有玩家也赞叹制作人金亨泰 觉得那群每次都在反对的SJW 一定会气到发疯 同时有玩家还庆幸表示 剑星没有在近考11月发售 要不然自己得难受 除此之外 还有一名玩家也因为 把剑星和即将推出的 龙族教义2来做比较 结果就引起了争论 随着龙族教义2即将发售 官方也提前释出了 角色捏脸系统 来让人家们设计角色 其捏脸系统细腻且种类繁多 被玩家们制作出了 各种搞笑或帅气的角色 还有玩家直接捏出了一只 写实的皮卡丘 只不过就有一名用户在推特 拿了两者来做比较 批评日本人在游戏女性的设计上 还是处于政治正确的状态 比不上来自韩国的剑星 这样的言论也遭到了不少玩家的炮轰 认为作者是故意引流量 而写出如此隐障的贴文 觉得龙族教义2的角色 是采用自定义系统 角色好不好看 根本就取决于玩家们自己的设计 虽然肉色皮肤引起话题之时 并没有太多人出来谴责批评服装的设计 但针对剑星的争议 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的平息过 早在2023年的时候 其工作室ShiftUp就引起了争议 一名自称是工作室前员工的女性 就在推特爆料了自己和另外一位员工 因为是女权主义者对工作室的游戏 剑星过于露骨的内容做出反对 而遭到了公司的开除 要求大家共同抵制这部作品 然而这个贴文在被传到了社群之后 却引来了玩家社群的拍手叫好 纷纷表示是他们应得的 接着来到2024年2月的时候 剑星在PlayStation发布会 公开了实际画面的预告片 再次掀起了物化女性相关话题的讨论声 主要的原因是2023年因为公开游戏预告 而被玩家们批评女主超级丑的神鬼寓言 许多玩家都拿了两者的女主样貌来做比较 谴责神鬼寓言是一款代表女性觉醒的游戏 为了正知正确而制作的作品 还有玩家直接找到了神鬼寓言的关卡设计师 才发现竟是一位跨性别者 对此做出了吐槽 且透过制作人金亨泰的口中得知 女主夏娃是由韩国知名模特儿 身材恩来进行身体建模 有追踪她的玩家们可想而知 她的身材是多么的火辣 自然也被玩家们拿去跟其他作品的女角色做讨论 正所谓有讨论必会产生意见不同的争论 一位热爱游戏的创作者兼演员 Karim Jovian 就在推特上传了一则贴文 他先是在贴文中提到了 健行的画面和玩法看起来都很棒 可尽管如此 他还是无法接受过度性感化的操作 批评女角色的脸长得很像小孩子 质疑那些喜欢女主的玩家们 需要先让FBI检查自己的低槽和手机 相信许多玩家看到这里也是满头问号 毕竟女主长得很像小孩子这一点 根本就很难说服大家 一些玩家觉得把女主看出小孩子是她自己的问题 不少玩家也拿了身材恩的照片来做比较 认为角色和她的样貌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结果这名用户却觉得工作室 故意美化了这位女角色 让她看起来比原模特长得不像 不仅看起来比她还要年轻 而且还有故意调低女主岁数的嫌疑 在这里要强调一点 身材恩则是捕捉了角色的身体建模 角色的样子是工作室自己制作的 其实跟她没有关系 但这位用户不仅没有选择妥协 她还特地进行了街头访问 拿了身材恩的照片 跟女主夏娃的照片来做对比 试图寻找同温层来一起谴责践心 影片里的路人在不知道游戏内容的前提下 自然就对于女角色的身材和镜头设计 做出了批评 表示游戏过度性化 其中一位黑人女子 说女主的鼻子根本长得不像亚洲人 不断强调夏娃是掺杂了白人女性的要素 应该增加一些亚洲人适当的特征 诶?这句话难道不也是刻板印象了吗? 可想而知 影片遭到了玩家社群的炮轰和盗战 纷纷表示觉得要买游戏来支持这部作品 甚至觉得影片中带有满满的启示要素 有趣的是 知名实况组Xmen Go 也发现到了周围妈妈践行的用户 其实是一位Xbox的忠实粉丝 不仅每次帮忙宣传Xbox相关的资讯 曾经还为星空这款被玩家们批评的游戏辩护 甚至把他放作了封面 因此他也认为这个Karen Jovian 是因为Xbox没有得玩到这款PlayStation独占的剑星 才眼红开始贬低这个游戏 针对这件事情玩家们又有这什么样的看法呢? 当然剑星的话题不只是在游戏界引起讨论 就连影视都参与了其中 在早前剧作续集Sashio 2的全球手印会红坛中 女主Zendaya就穿上了一身前卫的机器人造型出席的手印 这套服装震惊了各大网民 也因为较为露骨的部分位置而掀起讨论 只不过 据有一位玩家在推特质疑 许多人都没有针对他的服装做出谩骂或批评 要求那些人或许可以停止抱怨那些游戏中 角色的服装造型 这样的贴文自然就遭到了他人的反对 另一名用户表示这两者并不一样 觉得Zendaya的是叫时尚 而游戏是利用了物化女性来吸引玩家购买 还说渐行过去一直以性感女角色来作为宣传点 借此来赚取盈利 两者虽都是物化 但意图却不同 这样一来 难道渐行真的是物化了吗 从大众的反应来看 是的 但游戏又应不应该因这样的规则而备受限制呢 制作人金亨泰并不那么认为 早前的采访中 他就有提到开发团队在制作角色模型的时候 对其背部设计下了非常多的功夫 从测试版的流出画面来看 后背的紧身衣所反射出的光泽 也确实令人赏心悦目 当然金亨泰自己也有说到了 他玩游戏时 会希望看到比自己好看的角色 这是他一直所想到的事物 他不想要看到一般的东西 而是渴望一些更理想的画面 认为这是娱乐形式中相当重要的部分 再加上 这也是为成年人所量身打造的娱乐 当然这样也自然会遭受到多项限制的代价 游戏因为存在明显裸露以及血腥的元素 被南韩监管机构 游戏管理委员会 评为青少年服役使用的18家限制级游戏 相信那套肉色皮肤的造型也是原因之一 但令人惊讶的是 近日游戏却通过了 烧地阿拉伯游戏机构的审核 对游戏内容审查 一向严格的烧地阿拉伯 过去对于包含同性恋在内的LGBTQ元素相当反感 这就代表该作品能通过审核 意味着本作不存在让当局反感的相关内容 可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 虽然这座人金亨泰选择坚持了自己对于游戏的看法 但艰辛无庸置疑的 也是许多玩家2024年最为期待的一部作品 究竟这部作品只是纯粹靠女角色吃饭 还是能够像尼尔自动人形一样 有着好看的角色之外 还能够带给玩家一个扣人心弦泪流满面的故事呢 玩家们也只能够等待游戏的发售才得以揭晓 而针对韩国在单机游戏上的发展 金亨泰也有在访问中说到了一些东西 他认为亚洲游戏市场虽然明显转向了手机发展 但是他也希望能够借由他的作品来激励其他公司 不要放弃制作当然游戏 觉得这样的作品对游戏市场依然很重要 不知道玩家们对于一件心理的神之视角 以及仰言外观有是什么样的看法呢 你们又是否觉得这部作品在发售的时候 会再次引起玩家之间的争议呢 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而现在只需要一元加入我们的Patreon 每个月都会有游戏相关的giveaway哦 这里是玩家机密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